大家好,我是护帅胖子,我又来了 这里是我过完年之后收的五个小钱币 给大家看一看 顺便再聊一聊这个咸丰大钱里面的一些事情 可以看到这一枚是保陕当50 这一枚是保陕当百 是一个看起来黑不拉几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把这个皮去掉 把这五枚大钱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枚是保陕当百 这一枚是保陕当50 可以看到保陕当50 还有一枚是这一枚 这一枚也是一枚保陕当50 就是过年嘛 正好碰到运气好就收了一些 也不能说运气好 收的价格也不便宜 这个保陕当50保陕当百 基本上也快收到快五千了 过年的时候收的嘛 这个花钱这里都有点碎了啊 壳子 这个是一个三轨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是这个 这个是不是看的状态特别好 咱就来聊一聊这五枚钱啊 枚咸风 就是说它具体有些什么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 手里面跟大家说一说 大家可以看到像这个咸风 保陕当百 这个这个就是天蓝的包浆 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包浆就是天蓝的 它没有任何问题 嗯 可以看到啊 这种包浆就是天蓝的 没有动过手的 字口和包浆都没有动过手 啊 它就显得稍微有点糊 其实字口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里面可能有些地方 啊 就是包浆比较厚重了嘛 给它反过来看一下 啊 这个就是没有动过手的 枚风的状态 像这个 我当时买的时候 就是这个啊 方的三轨 当时我买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就是包浆特别好 我才买的 今天我去那边跟别人交流啊 在他们高手跟我讲下来 就是这种 就这个包浆 其实也是做的 其实做包浆 从这个上面 你可以看出它包浆是做的 那就说明什么 说明那种很匀的包浆啊 基本上都不大可能产生 也可以看到 它这个对方做的也是 有很多地方也不太匀 但是就是 他们说这种包浆是做的 啊 大家可以记一下 就是我也没有办法去说 怎么看它是做的 因为我自己也没有想明白 但是我相信 就是说 那些高手 他不会乱说 就是这种是做的 这个还有就是这个 这个包浆也是做的 就这一枚 啊 它的包浆也是做的 一开始我以为 这个也是特别开门 但钱币是大开门的啊 这枚钱币是开门的 就是它的包浆是后座的 清理以后后座的包浆 大家可以看到 我本来以为是一枚特别开门的钱币 我为什么会买 我就觉得这个钱 开得太舒服了 我就把它买了 但是今天跟他们沟通下来 这枚他们也认为是做的 就包浆 然后这下面这三枚品项差一点的 这个包浆就都是天蓝的 大家可以看这一枚 大家可以仔细去想 它其实里面有什么样的差别 我感觉好像最大的差别就是 这个钱币的包浆啊 它的有深有浅 像这个包浆的话啊 它就没有那种深深浅浅的感觉 这两个做一下对比的话 放到一倍 是吧 是有种感觉啊 这种的话就没有那种深深 深深浅浅的那种感觉 没有 对吧 所以啊 这个高峰它不代表这个东西就好 低峰也不代表它这个东西就差 可以看到啊 这些地方都有很明显的那种磨属和一些胶 这种就相对而言是比较差一点 我看了一下 他们留了一些什么东西 他们留的东西 我其实手里几短一个都没有 他们留的又是些什么的 都是一些就是直边未流通的钱 然后又是没有动过手的 像这种流通品像在他们眼里啊 就觉得已经比较垃圾一点了 但是它这种流通这种的就是整体还是算比较好的 他们认为 这种就是包浆没有动过手 钱币没有动过刀的一个状态 大家觉得呢 是哪一种更好 哎 其实我个人觉得从视觉来看的话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这一枚啊 就这一枚 我不是这一枚 是这一枚 这枚 我是最喜欢的 但是它确实是做的秀啊 我一开始也以为是那种 就是天蓝的秀呢 但它做的还是挺好的 看着也挺舒服的 就是跟其他的做一些对比的话 看着感觉也挺舒服的 嗯 是啊 感觉也挺舒服的 但它就是做的秀 啊 这就是我最近的一些收获吧 也不知道 就是说这个东西对还是不对啊 但是呢 就是 哎 有的时候我们看着特别亮眼和吸引眼球的 啊 它的这个秀啊 还是做的 这一点是挺坑的 哎 我本来以为这是一个比较好一点的 没想到也是做的啊 哎呀 做的就瞬间索然无味了 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 反正我只知道 就是说多看看这些没有动过手的东西 这样的话就说下次看到什么样的 就心里就比较有底 也比较开门 确实啊 不过这个窗口啊 就是磨损啊 还是比较严重的 不过整体装带还是可以的 哎呀 没想到这枚三个也是做的 包装也是做的 这也是我真没想到的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啊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